歡迎大家收看馬高斯TV 我是馬高斯 在開始這條影片之前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還有Like有的Miri Facebook Page 再Follow我的IG 好了 我們現在開始今次的影片 轉眼間又一個星期 又到了超人Z的體後感時間 經過上兩集的故事發展 Storage 成功將King Joe 改造成特空機3號 姚輝還很興奮地介紹新機的強勁武器 不過由於姚輝的模擬駕駛分數不夠高 所以暫時沒有分駕駛 然後原來今天是姚輝老爸的忌日 於是姚輝又請了AL駕 回到位於深間市的老駕 然後另一邊商 位於深間市的彩石牆 有爆破工程炸開了一個石洞 誰知裡面原來是有怪獸 OP 播放完之後 開始拍著一對父子玩拋球 原來是姚輝小時候和老爸的童年回憶 然後鏡頭一轉就是基地 原來石洞裡面的怪獸 是Dokuro Kaiju Red King 看來是因為爆破工程而騷醒了 於是特空機3號 King Joe Storage Custom 初次出擊 就由楊椒駕駛出動 怪獸就在姚輝老家附近 所以他都很快趕到現場 看著民眾開始逃跑 也有走散了的小朋友在哭 姚輝又突然回憶起童年的回憶 也是最後一次看到老爸的回憶 原來想當年空猛怪獸傑斯托郎出現 姚輝的老爸惡於拯救更多的人 無懼怪獸隻身一人就留在現場 不過可惜最後是犧牲了 姚輝的老爸相當勇敢 不像一些人有兩個人都要害怕 可能姚輝眼見老爸勇敢的身影 之後就成為了他的動力 加入了Storage 也成為了姚輝成為超人的契機 說到超人作品的人類父子 第一時間就會想起 超人递拿飛鳥真這對父子 負責超人递拿部分集數劇集的 《長谷村貴一》 曾經在Uludora Age 第13期中提到 自己在構思递拿的時候有一個潛設定 就是飛鳥的老爸因爲一些原因 而化成了超人的光 後來知道飛鳥在宇宙有危險就說到 二合衛一成為超人递拿 接著去到2020年1月23日推出的小說 《Mirai Ero Zerot De La Eve》中再次提到 飛鳥老爸在戰機的宇宙飛行實驗裡面 遇到光 然後變身成為超人的姿態 在宇宙的不同地方流浪和打怪獸 後來感知飛鳥有危險 就趕去跟飛鳥二合衛一變成超人递拿 所以递拿的大結局 飛鳥被吸入黑洞 在光裡面再次看到老爸 兩父子再次一同飛翔 這個情節真的很有意境 而今集同樣幾有意境的一幕 就是姚輝看著老爸的背影 去到長大之後 今次就輪到拍著姚輝跑去救人的背影 不過說回頭在姚輝小時候已經有怪獸出現 以前的防衛軍實力也挺高 過去登場的這隻空猛怪獸Gistron 最初登場於超人太家第22集 是超人Jack第一集登場的怪獸 空暴怪獸Astron的亞種或者強化版 身上多了很多鐮刀狀的尖物 而Astron有一隻弟弟叫Gostron 這隻爆彈怪獸Gostron 最初登場於超人Jack第8集 設定上面兩隻怪獸是兄弟 不過劇裡面就沒有提過 而Gostron 就是用哥哥的皮套去改成 這對兄弟怪獸 之後也登場於澤爾多拉馬 不過可能因為動畫作品的關係 所以顏色上有所不同 記得訂閱和按讚啊 說回超人Z的第11集 姚輝變身成Betashmashu 救了小朋友之後就跟Lattokingu戰鬥 不過Lattokingu可以說是超人作品裡面強勁的怪獸 並沒有任何花巧的超能力 有的就是純正的力量 100%的拳腳膠 最初登場於初代超人的第8集和25集 不過第8集就是初代紅王 而第25集就是紅王二代木 二代木的身體是呈銀白色 今次超人Z裡面就分成了紅王A和紅王D 而在早一年的網劇超級銀河格鬥裡面 Uldurama Reboot 就成功找到Torregia 然後Torregia就召喚出兩隻紅王 分別就是初代紅王和紅王二代木 然後去到Pavado裡面 也有兩隻紅王分別是紅色的紅性個體 以及近次初代色的痴性個體 不過因為初登場之後的作品 大多數都是初代紅王 所以紅王二代木 當時是闊別52年再登場 紅王至今在很多超人作品也登場過 例如Za Uldurama 超人80 Pavado 麥斯 梅比斯 超級銀河大怪獸格鬥 以及多套新世紀超人作品也有登場過 紅王另外還有幾個版本 分別就是EX Letto King 以及Dai Kaiju Lushu的等離子怪獸 另外還有一個強化版 Maguman Red King 面對著力量型的怪獸 就算是Beta Smashu 都不太夠打 然後突空機三號到場支援 超多武器的三號機 簡直是一個移動的武器庫 怎知這邊城市打紅王 彩石場那邊又多一隻紅王出現 正如剛才提到 今次的超人Z 是把初代和二代木分成A和B 於是兵分兩路 特空機三號就趕去彩石場打紅王B 很快手 超人Z和姚輝 就用必殺技殺死了紅王A 然後再趕去打紅王B 怎知打的途中 姚輝就發現紅王B 打死都不離開石洞半步 原來石洞裡面有紅王的蛋 即是說 紅王A和B 就是爸爸和媽媽 為了保護自己的蛋而出來城市 知道了這個事實的姚輝 經覺自己剛才下手殺死了 只是想保護蛋的爸爸和王 然後想起寫身救人的爸爸 於是姚輝就開始動搖而停手 這個情況 正正就是超人X主題曲的內容 這首Unite 君とつながるために 的歌詞裡面提到 何の為に力なの 到底是為了什麼的力 平和を満たす敵を追うため 是為了打倒擾亂和平的敵人 でもなぜ襲ってくるの 但是他們過來擾亂的理由 理解しないまま 倒していいの 不去理解清楚理由 就去把貪門打倒嗎 明明就是人類過度發展 把石洞爆破令怪獸騷醒 然後怪獸是因為慌張 和保護自己的蛋 而走出城市威脅到人類 於是就用武力把他們殺死 其實第三集的哥摩拉 都是一模一樣 又是人類過度開發的錯 最後又是被超人殺死了 這個人類應不應該過度開發 如何與大自然 即是怪獸共存 這個命題其實經常出現在超人的作品裏 先不計宇宙來的外來種 很多怪獸 例如熊王 哥摩拉等等 都是棲息於地球的生物 其實將超人的世界 套回到現實世界 怪獸就是棲息於大自然的動物 人類的文明不斷發展 到底如何與大自然共存 絕對是人類的重要課題 而這個共存的主題 特別是平成的作品裏面 會更加明顯看到 開始關注人類和怪獸共存的 就是超人皆亞 特別是大結局的最終戰 棲息在地球的怪獸 是幫超人獸一起保護地球 對付宇宙的敵人 然後到下一套超人作品 超人高斯 簡直是以不殺怪獸做大前提 去講如何保育和保護怪獸 所以我才這麼喜歡超人高斯 記得訂閱和LIKE 講回今集超人設 有別於至今的集數 今集的文氣 和想帶出來的含意特別有味道 在這點上我要拍手讚好 不過打鬥方面 超人設定變身後 轉過兩次形態 出了一招必殺技 最由城市瞬間移動的彩石牆 打了這麼久都未亮紅燈 原來一個搬面的時間 是可以發生到這麼多事情 今次這條影片就到了這裏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記得給個LIKE我 歡迎大家一起留言討論 多謝大家收看今集的內容 喜歡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